老师分58岁一气退休 退休金3000元 住房面积74平 我上老年大学的时候 就是那个老师说 说别人跳舞吧 是锻炼 说你跳舞你是喜欢 等一天也没啥事 上社区跳着舞 下午回来中午吃点饭 睡一觉 然后看着电视 看着书 吱吱蒙鱼 就这样 就这么过也20来年 20来年 赵大姐独自生活了20年 一直做着自己热爱的事 从年轻的时候开始 就充满着文艺气息 到现在参加着文艺活动 这也让大姐 一直保持着年轻的心态 这是我写的那个 标冰的风采 获了二等奖 这个是1993年 这是全国的 职工读书知识竞赛 获了一等奖 这个我们单位 还刻意给我讲 这是科学同学院 统计证 长出日报的 我也会定期给她投稿 赵大姐年轻的时候 不仅爱看书 还参加了不少的竞赛 让红娘对赵大姐 也是有了不同的认识 也是因为自己对文艺的喜爱 让大姐遇到了当时 有着同样爱好的前夫 她爸哥哥唱得特别好 我前夫 哥哥特别好 说心里话 那时候跟她在一起 我们在图书馆认识呢 然后也是她送我回家 她就这一路唱歌 就唱那个 过去飞翔唱那个 你滴答眼睛 美丽有三四 我就感觉她是唱过 那时候年轻的时候 眼睛特别好看 那现在完了 原本两个人 应该一直过着幸福的生活 但慢慢一切都变了样 丈夫的懒惰 也让大姐伤透了心 因为我家儿孩儿的爸爸 反正说心里话也挺忙的 但是就后期 可能就是有点懒惰 就是不为这个家父子的人 我做人流 那啥就是怀孕了 然后就去做人工流产 他把我送到那块去 做完了他也没去接我 反正挺伤悟的 后来就是从吵闹 谁不理谁 感情慢慢淡了 淡了就分开了 那时候他是去忙啥去了 玩去了 他那时候他没啥子 没有工作都 之前的感情经历 让赵大姐对于之后的日子 有了自己的想法 我在沙发上躺着烧了一壶水 我就往起一起 腰一下就扭了 三天没动它 完了我那时候就觉得身边没有人真的不行 有时候去洗的我要是找到一个不用别的 每天早晨可以一起逛早市买点想吃的东西 比如说回来他做饭我就会收拾屋子 或者我做饭你稍微整理一下是不是 你今天白天出去了 我在家我就会做好饭菜等你 如果要可以的话 两个人一起出去不就更好 要是能找到一个合适的 多理解 多互相理解 多站在对方的角度 多考虑问题 两个人相互理解 相互陪伴 温馨体贴的生活 成为了赵大姐所期望的 红娘带着赵大姐的这份期望 带着刘大哥来见咱们赵大姐了 刘大哥从辽园到长春来见咱们赵大姐 原本应该到咱大姐家里看看 但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 就把见面地点选在了公园 我原来他们别给我介绍一个 就是人挺好的 但是一喝酒吧 他可能就是有点变样 完了分手以后 他成天上我家门口找我 就成天跟他堵着 我就实在是 都觉得太难为情了 我心态上就还没出咋地 等以后要是如果说两个人出好 那必须得到家看看 那是很正常的 但现在吧 就是我感觉就是单身女人嘛 我轻易不愿意让人上我家去 因为之前的感情经历 也让赵大姐多了一份自己的顾虑 虽然说没能去上赵大姐的家 但是这一点都不影响两人的唠嗑的劲 你走吧 走吧 你走一走 穿的少没多穿一点 那你出来起来挺热的 没有我也是 本来白天一天都穿一样 跟他们出来换个衣服 你这不是为了阿姨特意换个帅气的衣服 是不是 阿姨比我还帅气 我觉得还行 就怕人家 看不上我 看不上我 还行吧 还行吧 他那个 我看他脸打拔了 挺像 眼上这个拔是怎么 我没好意思问 刚才 四十三岁的时候 首服拖拉机 你可能没见过 农村还见过 我们小孩上去玩 他就来操场 转圈 轮返了给我扣恩 这刘大哥和赵大姐 对彼此的利益印象还挺好 大哥也是主动出击 一见面 大哥就主动跟大姐聊起了天 自己也是为了见大姐废了心思 看得出来 这刘大哥对于相亲找对象这事 那是相当的上心了 现在孩子不在一起 我儿子在外地都结婚了 就一个人生活 你儿子多大呢 二十二岁 有那么小 跟结婚挺晚的 也不是 那个是老二 那还有老大呢 老大也不跟我再一起 也是男孩 对 当时离婚家就给他母亲了 也是跟他母亲 我没想到他家那个 他一个是两个孩子 小儿又这么小 还没结婚 才二十二岁 结婚也有负担 对 他还是应该有负担 因为最起码你当父亲 我觉得 你最起码得要为儿子的婚 结婚也得做准备 孩子跟他没关系 我自己承担 因为孩子是我 你干嘛要给你管 赵大姐担心大哥的儿子太小 以后俩人会有负担 对于赵大姐的顾虑 刘大哥也做出了自己的解答 人刘大哥可说了啊 这俩人过得好 工资卡都能交给对方保管 就想过好两个人的日子 阿姨就是文艺方面特别的熟悉 文艺学创的方面 特别的造型 以前行现在也不行 不过她一说 反正是我就比她能低一点 你知道吗 因为凭学历上这样 我跟她就是差的太多了 我也没啥学历 她学历应该比我好一点 不过她说啥我能懂的意思 我懂我这些表达呢 就是不一定说有她表达的那么好 最起码的聊的时候能在线上 我就可怕那个不在线上了 这种感觉的 就是看缘分 看有没有能不能聊到一起去 我觉得能聊到一起去很重要 其实吧 我也是高中毕业 但是呢我不认为我的水平是高中 因为啥呢 我心里我觉得平时也爱看个书啥的 就是只要你人有那种素质 我感觉呢 文化层次这边好像我跟不上她 刘大哥觉得赵大姐的文化层次高 但是咱赵大姐在意的 是两个人能不能聊得来 两个人要是看对了眼啊 这些都不是问题 其实长春看起来皮条也好 看起来可舒服 那你是将来如果真有机会 今天成立你是去带阿姨回导园呢 还是你跟阿姨来 那我说的不算 那你考不考虑 比如说咱俩是相处的 距离这么远 怎么能解决 就是说得了解阶段 最起码你相处这个阶段 不太好处理我觉得 也没啥 没啥 你有时间你可以去导园 我有时间我可以来长春 让我犹豫的就是本身吧 两个人认识以后 你不得互相交往吗 嗯 太远了就好像是了解了一句 不是那么方便 我看她那块 有点够像腕子 就是 加微信聊一下说一下 去讲去说 哎 然后添加了同学说 俩人留了联系方式啊 这天也晚了 刘大哥就送赵大姐上车回家了 好的 拜拜 谢谢啊 对赵大姐这位人呢 刘大哥是特别认可 但是因为生活环境啊 兴趣爱好这些方面都有不同 刘大哥显得多少有点不自信的 所以呢 在和赵大姐分开之后呢 刘大哥就跟我们的红娘说 除了人好之外 能不能在辽园当地找个伴呢 这不咱们的红娘在平台上一找啊 感觉刘大哥这缘分估计要来了 因为接下来要见面的这位宁大姐 不仅是辽园当地人 更巧的是 她还跟刘大哥就住在同一个小区 宁静 54岁 放偶 粮食部门退休 工资3600元 和姐姐同住 冷冻坏了 没有 刚进入 我看看 我感觉好冻坏了 没有 不冷静 从凳净冰凉 没有 我家是27号楼 隔着拐过去 拐过去 这也是我的家人 这也是 家人挺大的 上边走私一直上边 原来这宁大姐和溜大哥住的是同一个小区 看来呀 这俩人真是有缘分啊 哎呀哥 哎 你好 谢谢 小路熟的什么事 就自己熟着的 小路熟着的 小路熟着的 手的干净 我在陪牙事今天 我家的和你去 那也是载人 人们干净到屋子就干净 行行行 你别忙活了 这些做吃的水果 然后给介绍一下子 这是刘小冬 不管叫刘哥 然后那个 哥 姐 叫宁静 不用看了 就看着裤子一斜完一放就直到这人 眼神感觉这个眼神还挺好的 没有想象那么是不是那么大傻的 丑眼缘还行 看来这俩人对彼此印象都还不错 刘大哥家里收拾的干净 这在宁大姐之下加了不少的印象分 他是哪个模子 我家是一新的 乒乓球学校哪 但是我下去就是我带回去了 这多近呢是不是 七八分钟走到了 你看我天早上走 我带回去了那下面 原来这宁大姐和刘大哥 虽然住在一个小区 但两个人之前从没见过面 有着这样缘分的两个人 能擦出怎样的火花呢 您好 我在火尾处上面 火尾处啊 你今年多大是不是 我今年五十七熟兔了 熟兔了 你和我处干什么工作呀 开锁 开锁的 你那个一月工资多少钱 四千六千百块钱 要是退呢 退去呢 你也能退三千五 姐也是今天敢休息啊 姐做点上班的 上班的 我上一天歇一天 在竹来桌 竹来桌 就是那个龙基花园正大门对面就是 那是上一天呢还是 上一天 上一天 早晨四点半到晚上十一点半 早晨几点 十点半 中午十点半去啊 嗯 半夜啊 半夜十一点半下班 干啥啊 我是大售医生 就是包房谁走了 就把这大内衬给扑一下 这工资不高吗 一千八 一千八 都是一千八 原本可以过过悠闲的日子 但是大姐觉得 就算退休了 也应该干点啥 她说呀 工资多少不重要 重要的是要有点事干 那个那你那什么呢 你是离婚的吧 对对 还有联系吗 没联系 电话都没有谁 谁联系谁呀 离婚多少年了 十多年了 那你是男孩女孩啊 男孩 男孩 嗯 结婚了呗 没有 他长这一期 嗯 多大还没结婚呢 二十 那还那么小呢 嗯 那个 那个 两个嘛 那个 那个大的 龟的龟像妈 都是男孩啊 对 人还行 但是有一点 没想到 儿子没结婚 有点负担 才重点 我这条件就是这样 儿子 儿媳妇 我现在得去照顾 马上要生孩子了 年底生孩子 这期间 我也得去照顾 那 那 那是正常事 这刘大哥的儿子没结婚 让宁大姐心里啊 多了一些顾虑 自己要去照顾 快要生孩子的儿媳妇 刘大哥的儿子啊 年纪还小 宁大姐认为啊 以后生活 也是有着不小的负担呀 我就是 我和我姐 我姐残疑人 她不会说话 反正我走哪儿 带着哪儿 她是 得带着 她一个人不行 多少 多少 57 数兔 跟我同事 嗯 数兔 但是有一点她有工资 有退休金 哦 哎 那她有地板了没有 以前有 都退休了没有了 嗯 有退休金一千八百多 她哪单位的 年纪上的 那就是她平时咋能这里调 也比我都干净 那家熟子的 熟子家做饭都会 就是身边都有人 她找人 自己不行 嗯嗯嗯嗯嗯嗯 咱说都是你来当包 你她也吃不了喝不了 你就打把手而已 嗯嗯 对就是照顾着家 这很正常的 看她这 已经这条件都摆在这了 她啥都没有 而且还愿意 觉得这事都不是啥问题 嗯 姐姐这一块她也挺愿意 好心 嗯 没啥 我觉得是没啥 不是太大的负担 你 也 也喝不着你 吃不着你的 你自己有退休金 所以 你只是大把手而已 您大姐说了 这以后过日子 姐姐是一定要带着的 不过这刘大哥觉着啊 这都是举手之劳 不是啥麻烦事 这倒让您大姐啊 这心里一暖 我们俩是单位 一个单位的 一个单位的 不是高门厂 对 她是 不是高门厂的 就是那个 那个什么一两口院里 原来那个 我是18 上单位上班 我那时候年轻 那时候穿台喇叭 喇叭裤 个儿还高 领厅一进院的时候吧 我们厂了200多人 都看 她就从那开始 就相容了 那时候 我们不是一个车间 我是食品车间 它是挂面车间 上了一年多以后 完了就给我分到 他们班 他打面 我是那个 看杆 一来二去的 就是追 也是小 就打打闹闹闹的一天 她脚也挺好的 那时候 后来她得病的时候 就烦我了 就我一到跟前 她就 你别上我跟前 我烦了 她妈还说 她临死不留念 怕你想 不让你想 你手术正在 她都没变 您大姐的丈夫去世之后 家里的重担 就落在了大姐的肩膀上 一直忙着照顾儿子 没考虑过自己的个人问题 儿子结婚之后 这才开始 有想给自己 找个伴儿的想法 我想问一下 如果假如说 解了婚以后 就是这个工资钱 你怎么支配 两个人 我有工资 你有工资 怎么支配这个生活 你的工资 你自己留的 跟我没关系 你自己留的 开销的 由我来开心 不过她说这个呢 我觉得心里 还挺舒服的感觉 我觉得挺好 还是慢慢相处 没有太大用心 这样挺好 我觉得挺好 还是试试吧 可以试试 试试吧 看看 好 妈妈接触了 觉得合适了 带给姐看看 嗯 耐心 嗯 多点 13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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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多少 刘大哥和宁大姐 相互了解之后 也让咱宁大姐 放下了一些心里的犹豫 这俩人相互留了联系方式 想要以后 俩人慢慢了解 慢慢相处事实 给你表上啊 这个是姐的名字 宁静 嗯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关注 后续有更多精彩内容等待着您 这里是报效综艺场 咱们下期再见